小小鱼作物公开一张比基尼蜡照,深夜却上传一张疑似低头撕过照片。 翻射自小小鱼脸书,记者林南谷台北报道,影歌是三七女星小小鱼张鲜鱼去年11月9日甜蜜结婚, 在众人祝福下晋升人机,本月底更跑到南韩首尔度假, 因为23日是她32岁生日,渺成被老公捧在手心上的最幸福女人,没想到。 新婚不过半年光景,小小却惊传感情变调,昨晚惊爆遭老公处罚面壁撕过。 据了解,小小鱼面壁撕过照片曝光,起因她昨午接近三点左右,公开一张令人血脉奔章的超级蜡照。 照片中,小小鱼身穿超惹火比基尼,双风俱入呼之语出,随即引爆大批死中粉丝疯狂不已, 小小鱼瞬间再呈话题,一张比基尼袜罩,让小小鱼昨天再呈焦点。 翻射自小小鱼脸书,昨午的一张蜡照,让小小鱼铁粉们嗨翻天,不料却有个人不太开心,外界猜测铁定是她老公。 昨晚深夜,小小鱼过人在脸书公开一张面壁撕过照片,一度让人以为惨遭老公处罚。 其实,铁粉别太紧张,小小鱼的老公疼她都来不及,怎么可能逼她面壁撕过? 照片是小小鱼在生日当天忘记许愿,所以选才在昨晚不许愿了。